开局就有鸡 而且还是骨鸡 这边还有牛兄弟们 而且还有猪肉 我相信这一条命 我一定能够创造一个梦幻开局 我刚才在这边看到了一个幸运方块 没错 是紫色的 为什么我不先砍树呢 因为我要确保 我的运气不至于第一个方块就卡 这样才有玩儿学去的动力 对不对 哦 朋友们 这把剑拿起来有急迫速度 还有力量和伤害吸收 可以算是一把不错的剑了吧 如果他再自带一个火焰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吃手肉了 看这个刀像是有火焰的 哎呀 可惜 他实际没有火焰 咱们留两只牛 给自己留点牛 为什么呢 这个牛是用来做解药的 删除掉咱们之前的坐标 这里给他做一个牛 直接就牛坐标了 现在我就可以安心的砍树了 因为确保自己的安全以后 再砍树比较好 不然运气特别差的情况下 哎呀你砍完树杆了是吧 白砍 咱们先吃生牛肉 这里边好像有效宏剑 哎呀我记得有还是没有 好像有梅布 咱们弄三块木头 就可以开始疯狂砍树 这一次周围没有村民 所以没有人给我们运送大量的木头 希望我能运气好一点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 记得先评后看养成习惯 从今天开始 咱们的视频恢复三更了 前两天因为出差 要么断更 要么就是哎呀 两更啊 反正我玩的也不爽 大家看的也不爽 从今天开始 视频先恢复 27号呢 直播也就恢复正常了 啊 你们一定想我的 对不对 哦想我的就直说啊 虽然私信已经炸了 但是这不影响啊 并不影响 因为我还是要再等几天啊 没法提前啊 这边项目多砍几个 然后我教大家一个砍树的一个秘诀 看好了啊 我们不要傻了吧唧的去砍树 要有诀窍 这边呢 再做一把斧子 然后往河边一放 走你 这房子拿什么做的 拿项目做的呀 直接砍掉 我这一拨 直接一堆钻石 啊 直接一堆木头 根本用不完 然后这边再来点 哎 你看看 是不是就够用了 完美啊 绝对够用 剩下的这点也没浪费 咱们呢 还可以给他做一个新房子 因为我们不可能住这个房子啊 我们要住新的 不可能住旧的 现在还得做点木棍 旁边有高山地带 这次我觉得下矿应该没有那么点倍了 好 这就是咱家了 兄弟们 不用管刚才那个楼在哪里 反正我家门口一定要靠海 毕竟我是和睦度人 一二三四 四个搞定 然后再做点工作台 我看一下啊 看来有多余的木棍的兄弟们 带着啊 多余的不愁 就带着就行了 然后这个肉呢 先放回包里 我觉得我能得到蓝色容易 真的 上一条命那么容易就得到了 这条命应该也差不了 所以拔一点胡萝卜 准备先去高山上留的一串 如果高山上能让我看见蓝色石头 那可太好了 对了 坐标别忘了坐 忘了坐坐标 一会咱就回不来了 唯一的一个家 叶峰的大豪宅 不是 你以为这是豪宅 这只是一个小破窝 咱豪宅怎么会有这么垃圾的墙壁 我们的豪宅边界 那都是世界的边界 对吧 呀 不让我传送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直接就传送上去 呀 还有猪肉呀 那太好了 预祝我 尽快得到蓝色熔炉 可以进入石器时代了 咱们这把刀带力量 所以不要小瞧我这把刀 攻击力表面上看上去 呀 才6滴攻击力嘛 但实际是多少 你们猜一猜 力量2加多少 不用我说了吧 因为我也不知道 玩了这么多年MC 我都没有研究过这些游戏里的具体数据 反正肯定低不了就对了 攻击伤害至少能从8 提到个12左右 没什么问题 力量绝对要比锋力提升的要多 这边是不是个幸运方块 哦 哦 哇 那里有个冒火的兄弟们 根据经验而讲 冒火的应该不是太好的方块 但是 咱的规则是看到必须开 咱们能怂的 对吧 呀 去之前遇到了一个魅的方块 要不要先看一下 开 什么东西 开了个崩端 我去 咱们再静一下